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我David Sir 现在是2019年10月23日,下午3点 今天开始要还债 讲一个梦境,我要学一学华记 讲一个梦境出来给大家听 试完的时候,有网友想我去解释一件事 但这件事是15分钟左右 我也要讲的,但我不想随便说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能追一追剧 我想最多应该10集就讲完这个梦境 梦境的主角有一位山果先生 有一位男主持和一位女主持 还有两位嘉宾 这些梦境的内容其实都挺特别的 和现在香港发生的事真的息息相关 我觉得现在好像我在做讲古老 希望大家有耐心地看下去 这个连续剧我会分开10集 每一集十多分钟,不超过20分钟 尽量,OK? 那时候呢,话说有一位山果先生 某一天就接受到一个Y电视台 Y电视台的一个访问 那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 这个节目,我们叫做 找麻烦节目 OK? 那就找山果先生来访问 一开始就针对他一件事 说现在不是眼拼的时候 他就强调自己不是华丽转身 他就不希望升级 即是运动升级 是针对荃湾有位警员开枪的事件 那他就担心说 如果我们令到某些执法人员身故的话 那他们的道德权威就没有了 那香港市民对他的支持 和一些爱国人民和政府 对他们的支持就没有了 即是这个运动会完完的 那他说到 他说到 他说到一件事就是 有位执法人员被人割颈 OK? 那主持人,男主持人就说 是割颈,是割侯 那他说不是割颈的,OK? 割颈的话,他说那位小朋友呢 就很愤怒 那他将那件事就轻描淡写的 去描述出来 很生气 接着他说一句 他说在这件事里面 有很多滲透的人 有很多恶底 插庄嫁和 那我说这件事 我觉得很奇怪 他说很多滲透,很多间谍 插庄嫁和 那有没有逻辑呢? 这件事 已经知道 一位真真正正是什么人 他的背景都很清楚 大家有兴趣去看看 何志光先生的节目 他也有说得很清楚 究竟 伤害执法人员的那个人 究竟是什么人 我说话要很小心 不小心的话 那时候 我会犯了一个逻辑的矛盾 由那件事去推演到滲透的人 插庄嫁和 未经过求证 这方面我经常骂 既然没有证据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又找到证据 那时候你又不出声 和把这件事淡化了 总之你在做的事 就对 其他人做的事就不对 这一样逻辑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 很佩服这位生果先生 OK 他说慢慢下 即现在慢慢来 即逐渐 那些年轻人知道了 就要小心 如果插庄的话 令到插庄成功 令到民意逆转 对这些暴徒 会不会有好处呢? 那外国的支持又没有了 香港的运动就变得很孤单 只是他说要有外国的支持 即是有外国势力 那为什么要 即是他后面也跟着说 他说根本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全部是香港人自发的 OK 这个是前后矛盾 即是我觉得是 非常之 非常之搞笑的 即是又要做又要害怕 真的 还有很多东西都说 总之 暴徒做的 你就 说他的插庄 不是我们做的 只是抹大眼说大话 没所谓的 真是 好离谱 那主持人就问他了 除了对警察之外 我最近听说 在港铁的路轨上高 丢了一些杂物下去 主要目的是 想令到港铁翻车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好处呢? 那他的解答都很好 即是 令到港铁 就是 反车 那时候 其实是什么好呢? 即是他没有答过 他说的一件事很特别 即是 整天都说的了 即是 生果都整天都说的了 主要是因为 港铁去配合政府 将港铁关闭 但一些抗争的人 不可以到某个地方 所以他就将它 称呼为 党铁 好 那这个是 解释 为什么叫港铁 党铁的 OK 那有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将一些杂物 扔在 港铁的路轨上高 他没有解释的 好了 接着女主持 又问他 这位女主持 很特别的 他住过在香港 两年左右的时间 OK 那他就说 他就说 为什么 港铁要配合政府呢? 他们都会担心 抗议造成的安全问题 他们都要顾虑到 广大市民的安全 OK 那生果先生有说 但是呢 你停了港铁 很多人要去游行 游行就游行不了 而且他们很早就停止了 所以他们主要是针对游行的人 哇 你真是当 台湾人盲的 还是当香港人盲的呢? 每次都是你们破坏了 跟着 港铁 即是你们所谓的港铁 即是我们所谓的港铁 我也是说回港铁 而港铁是被逼 因为你们破坏 所以我要close 如果是情况许可之下 他都是会去 再市民平安离开的 那这一件事 是属于安全的问题 你又放火烧 你又摘烂了那些机器 即是我这几个月里面 一直搭港铁 一直觉得非常之不方便 哇 你真是 你可以这样说的? 即是你把事情的因果关係 搞到乱了? 即是你不要说 721那天 黑衣人在元朗 那里 找住消防后 在地上不停躲 你正常人 怎会这样做啊? 你真是 你在破坏港铁 港铁会去做那麽多事? 你进来 又打烂 又放火烧 水魔法 火魔法 不要污衊了魔法 你这些是黑魔法 真是 说起就生气啊 真是 OK 那竟然把责任放在游行上 說港铁不让人去游行 所以很早就停了 哇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抹大眼说大话啊? 真是 離了大譜啊 好 那女主持人 女主持人就继续问他了 所以说 一开始抗议的人 认为是他们阻止他们去游行 那 那 山果先生竟然说 是啊 就是这样咯 就是这样咯 哈哈 我真是 沒有話可说 那 那女主持人就 没有就这个问题 繼續再问下去 我觉得 算了 你既然这样说 我也免得再问 我问另一件事 港铁大庭的时候 对很多香港市民都很不方便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去 拔烂 拔烂一些ATM 和一些商铺的时候 实际上也会影响到 香港的金融安全 而且我看到 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 因为说的是普通话 所以 他们一说话 就被人罵 被人打了 哇 那 那 那 生果先生就说 普通话 不會被人罵的 OK 不會的 哈哈 那 那 那 女子徹人就说了 台湾的记者在讲国语的时候 就被人罵了 那 那台湾记者说 我是台湾来的 那大家才会逐漸散去 就是 他觉得 现在那帮 暴徒 或者示威者 是不是仇视中国人呢 这个时候 阿生果先生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 手在心口前面 那通常 心理学来说 呢 当一个人 对手放在心口前面 在心口前面 就是 只是表示 他是 只是在防卫中的 OK 他即将说的话 是要保护自己 想想 一些事情 如何保护自己 就是先防守 OK 这些自然动作 OK 那大家 想吧 好吗 好了 那 那阿生果先生 继续说 我觉得是因为 这些人 是骂 这些人 就是说普通话的人 是骂 游行抗争者 说他们为什么 做这一件事 说他们为什么 不爱国 才会有这些 事发生的 你只是说 国语的时候 就不会被人骂 OK 那 他又跟着说 女主持 其实有说 其实他们现在很多 在大陆移民 过去香港的人 其实都跟他 表示他们想离开 这个时候 那 那生果先生 继续说 那我觉得 现在很多 由大陆移民 到香港的人 最初的移民 是因为有法治 有自由 有保障 有言论自由 那 是有的 以前的而且 是有的 现在为什么会没有了呢 香港的法治 被谁破坏呢 就是被那些暴徒破坏 有自由的 香港有很多自由的 但是我现在 连去街的自由都没有 不是吧 有保障 当然有保障 警察保障我们的安全 现在警察去做什么 去对抗那些暴徒 令他们不要再伤害香港 有言论自由 我说什么语言都可以 我说什么语言 大家尊重 对不对 我不是说普通话 被人打吗 是有的 四个月之前 是完全有的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谁是似作俑者 就是生果 所以我们要罢食生果 所以有时候 他们觉得 这一次之后 他继续说 水哥先生继续说 生果先生继续说 他觉得这一次之后 香港会变成 大陆的另一个城市 所以他觉得 自由没有了 保障没有了 所有来香港的原因 都没有了 所以这一班 本来要移民来香港的人 就唯有走了 哇 这样的解释都可以 哇 真是拳头硬了 哈哈哈 我拳头硬了 真是 哇 真是 真是 我都 我觉得很搞笑 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频道搜尋 他变成喜剧呢 我真是觉得 是喜剧咯 我在做着动督笑 真是 好嘢 他真是一流 OK 那主持人 男主持人又问他 喂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 他们觉得 在香港的安全 受到威胁 哇 哇 生果先生又说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他们 安全受到威胁 不觉得 不觉得 哈哈哈 OK 主持人就说 心里面很害怕的哦 那他又继续这样的 说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现象 主持人又问他了 香港会不会受事 在大陆来的人呢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不会的 主持人又跟他说了 我觉得你应该提倡 不要受事咯 他继续说了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想的 我觉得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嘩 嘩 嘩 好嘢 小弟 小弟 真的 真的在这里 有说过伏志 OK 他是一直在说 我不觉得有这个问题 存在的 你看到 香港这帮年轻人 是 好优秀的 嘩 这句话 厉害 我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我怕我笑到说不下去 唉 好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的开始是什么呢 他就问 阿山果先生 你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 要上街抗争呢 OK 那我们扯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请记得按like 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